現在要用五分數來實測我的考值 最重要是我今天的戰利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三!三!三!三天! OK 我們來到了大阪馬Expo 報道會場 人潮超多的耶 臉路上全部都是跑者 看起來非常厲害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大阪馬 所以其實沒有參與過這麼大級別賽事的Expo會場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來去裡面逛逛看 除了零號碼部之外 有一些什麼比較特別的商店啊 或是會場限定的活動再介紹給大家 OK 我們趕快出發 我們已經來到報道處 現在把我們的前七天到十四天的溫度都登記好之後就排隊成入場 它那邊其實有超值多人 對 這邊還蠻好 其實它都深批置入 就是它會一T恤一T恤所以不會全部擠在一起 而且蠻特別的是零號碼部的地方跟買東西的地方是分開的 就不會全部都擠在同一間裡面 報道中 我們這邊是彩虹分區 配我每個顏色 然後我的分區竟然是彩虹色 嗨 YA 完成 在那邊領T恤 終於臨完報道東西了 欸 手續有點複雜欸 剛剛經過好多關喔 然後我們終於領到我們的就是號碼部 然後大會的衣服 然後還有這個是寄物袋 還有一個應該是這次的秩序冊吧 哇 一整袋收起來 好啦 時間不多 我們趕快來去逛XPO 我們已經報道完成 除了領完號碼部之後 前面這邊就是唯一一個可以Shopping的地方 剛不小心在這邊就買了三萬多塊日幣 買了一堆半熟禮 也沒有啦 還有一些微博一些周邊產品 到時候大家記得把大阪馬拉松的影片看完 一定會有抽獎要送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簡單逛完XPO 沒有台灣這麼大這麼盛大 但是還是非常期待比賽的到來 那我們就繼續參觀 我們等一下要做一個動態檢測 然後現在貼那個身體的那個反光點 其實就跟我們去fitting應該有點類似 可是我其實大學期間有做過一次 但是已經很久以前了 所以等一下來看一下動態分析下來 跑步姿勢有什麼可以調整或優化的地方 我現在先連接我們的反光點 現在是第二階段 我們剛剛穿的是比較入門一點的跑鞋 等一下要換一個比較頂級的競賽型跑鞋 看看跑起來的步態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換鞋中 我們現在換上了PRO 我們現在換上了PRO 帶回來體驗一下 跟剛剛不太一樣級別的跑鞋 在動態錄起來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 OK 出發 這鞋子是不一樣的 非常的推進 看起來動作很不同 好 出發 出發 我們剛剛跑完了 其實它跟腳踏車的fitting有點像 因為它也是黏了很多點 在紅外線的針下面 看起來你的腳在支撐落地跟轉換的過程 它可以去分析你的腳 步態從離地開始 例如說往下垂 勾太高的移動過程 但我相信如果要做更全套的解析 應該會貼的點更多 但因為我們今天就稍微體驗一下 所以其實透過這些科學的分析 還是可以更精準的來看你的跑肢動作 有什麼樣可以優化的地方 那對於明智龍來講 他們也是透過這樣的步態分析 來繼續的研究 他們在鞋子的設計上可以怎麼優化 還滿讚的 我們現在要來討資測試了 當教練這麼多年 結果第一次要被當測試員 希望跑起來不要太落魁 我剛剛填那個錶的時候 他有寫跑步經歷 然後我寫15年 算了算了才發現我跑步那麼久 螢幕上已經有我的人了 看我的人在螢幕上 現在要用五分數來實測我的跑值 他們是說跑兩到三分鐘 就可以看出動作了 所以我要盡可能在這三分鐘內 跑漂亮一點 測試完畢 還有一個 互玩 我剛剛這樣測完了 等一下過一下子之後 就會把我的跑值給我一個分數 有點緊張 希望不要太難看 不然就有點落魁 我們去看一下待會的成績吧 接下來換跑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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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拿到分數了 各位觀眾 身為教練了我 Safety 竟然是有點問題的 但是 不得不說 我覺得他們檢測還是有一點點標準 因為我自己在騎單車的fitting的時候 膝蓋也是會有左右偏的問題 但我覺得 應該就是真的 我的膝蓋 是需要一點調整 那很厲害的是 他把各個數據都給你一個評分之外 會給你弱的百分比 然後會針對我現在比較好的項目 叫我維持比較差的項目 針對這些動作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來加強 避免這個技去發生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會有動作的優點 跟我的分析 這是滿分狀態 我的跟他的差別 就有每個瞬間的姿勢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就是 有沒有剛剛腳一直往外甩 很多 所以分數就比較低 最後很厲害的是 他們還會針對你的能力 給你一個建議的裝備需求 我覺得滿酷的 這東西如果在台灣這樣 教練怎麼活得下去 好啦 體驗了這麼多 我覺得在美金龍總部這邊 真的是 發現了很多新科技 非常期待我們在明天 大阪馬賽場上 精彩的表現 為大家介紹 我在大阪馬的時候 準備出賽的裝備 這個應該是我第一次 就是穿的這麼 潑墨系列 首先當然是我們這次的衣服 這是美金龍特別幫我們準備的 就是這次來參加這個 賽事特邀跑者 才有的一套衣服 就是這個潑墨系列 美金龍短褲 來我從C區起跑 然後接下來呢 當然是穿上這次的戰靴啦 就是WAVE WAVEBILLIAN PRO 喔 這雙鞋真的是推進感受 齊推無比 希望在即明天的賽事 有很大幫忙 香啊 然後我們 當然少不了了 就是我的POC墨鏡 這個輕量化在比賽中很需要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的戰利品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去大阪馬會場 你看 Osaka Marathon 2023 這帽子應該還不錯看吧 黑色 就是我明天要帶著它出戰了 然後大會還幫我們 就是美金龍很貼心的 送我們一個口罩 這個 不是說有參加就有 我們去美金龍總部 他們特別給我們 然後我今天還特別買了一個 這個是 它是微薄吧 就是可以套著脖子上 然後它的設計很特別 是大阪的城市造景 然後有Osaka 柏尾還是微薄 欸 好 下一個 最重要當然是保暖 因為明天起跑溫度只有4度 所以我還是有戴秀套 還有我的手套 OK 接下來我們就轉場到大阪馬賽場見 影片看到最後的你們有福啦 我們即將抽出我在大阪馬拉松購買的這個 測杯袋喔 你們只要在下面留言 在大阪馬拉松當中哪一個時刻的哲瑞 是你最有印象的 就可以獲得這次的抽獎機會 是你的生意 還有一個小型的生意 還有一個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也是我的小型的小型 是你最喜歡的 情報器 我還是有什麼小型的小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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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